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吕秀莲参选的丁守忠是否有利呢 经国民党台北市场参选人丁守忠接受HITFM联播网口口道餐节目专报表示 吕富是可以拿到一部分支持者的票 丁守忠说 吕富早期对台湾民主价值的坚持 会拿到了一部分绿营以及中间选民的票 他也认为对大家都有影响 目前最强对手人是柯文哲 究竟柯文哲在国民党战争战的策略当中 是蓝营还是绿营人士呢 丁守忠直说柯文哲当然是绿营的 他认为柯文哲总是见人说人话 此意识彼意识毫无核心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某部分深律人士认为 他柯文哲最有可能出卖台湾 是否会担心柯文哲曾说两岸一家金会 吸取某部分蓝营的票呢 丁守忠表示他不会担心 因为他认为柯文哲就是戴出多重面具的人 当他说出2020会支持蔡英文连人 蓝营的就不会支持他了 周玉寇说 前阵子有消息指出 侯友宜不会与柯文哲切割 这难道不会影响丁守忠的选情吗 丁守忠认为这完全不必担心 侯当初只是阴命媒体的一句话 他也认为有好的政策 当然要互相合作 国民党及台北市场丁守忠 介绍广播专访 提供丁守忠对于你 尽党参选情况发表看法 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